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联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是康山少的演艺人生 康山少生于1909年,出于1976年 至于详细的日子就考据不了 康山少原名叫做康剑妃,直观是广东台山人 康山少曾经参军过军,在广州市扮演一份报纸 他亦是粤剧的红领,花旦王千里区是他的师傅 他亦曾经是一个著名粤剧片的演员 他曾经拍过很多电影 在1932年开始就拍电影 在广州市曾经和一些朋友合资拍摄过一套物片 叫做全公金粉肉 而且他仍是担任男主角 后来在香港他曾经主演和参演过多出的电影 包括有唐伯虎点秋香 1937年 还有1939年的贝解雄罗 他就饰演汉孙王 另外1939年亦有一套断雄陵雁妓 抗山少设演三郎 然后还有一套芝粉将军 抗山少一生这么久 总共拍摄过的粤语片有百多部 我们稍后详细和大家分享 抗山少有风流小生的美语 他在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 可以说是香港最多产的电影演员之一 他所主演的电影 比之同期的曹达华和吴楚凡 数量更加多 抗山少、叶仁浦等人 在1937年7月底 距离七七事变不到一个月 成立了香港电影界赈灾会 他救济的对象 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引致受苦受难的中华民国同胞 一套电影叫做《最后关头》 这套电影是1938年拍摄的 就是他们这个会 即是香港电影界赈灾会 的同仁发起来拍的 二拍的 在抗山少在电影里面 合作最多的女演员 就是紫罗兰和陈云尚 梁雪妃 就是她最多合拍的女演员 抗山少的发妻就是姓甘的 她两个就非常之恩爱 但是很可惜她太太姓甘的 今时就很早病逝 十年之后 即是她太太病逝之后的十年 她就续处 就娶了粤剧界的歌龄小燕妃 跟小燕妃结了婚之后 就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就在农历八月十五日 刚刚中秋节出生 所以她就改了个名字 就相当之应景 就叫做抗月园 团园的园 然后她的儿子 就在她抗击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 诞生 所以她就取了个鞋名 帮她的儿子 就改了个名字 叫做抗战 这个战就是一把战 弓箭的战 但是她就取了一个鞋音 就是战争的战 加上她的抗字 即是抗争的意思 所以她的儿子的名字 抗战 就和鞋音抗争战争的鞋音 比喻抵抗日本侵略进行抗战 抗战争战争和小燕妃 也不算一路段婚姻不太长 过了不久,亦是披离了 然后她还有第三段婚姻 第三段婚姻就是生了两个女儿 小女孩在商业电台做播音园 叫做康月行 她也曾经主持过一些乐队节目叫做《组班时间》 康山笑在香港演出的第一套电影 就是《野花香》这套《野花香》是1935年的作品 在太平洋战争之后 康山笑也渐渐减少了演出电影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康山笑只是参演过几套电影 包括《冷落段长花》是1950年 她就饰演白昭文 《人海万花童》是50年 她就饰演局长的儿子 《浩门荡虎》也是50年 她在这部电影担任监制 《乌龙将军》是50年 她就饰演高日清 《银海春江》是51年 她就饰演江三少 《十月芥菜》是1952年 她就饰演张荣超 《烟鸯浦》是1955年 她就饰演江永才 至于最后一套 饰影的作品就叫做《海角洪柳》 是1958年 《康山笑》就饰演上官罗朗 今天跟大家分享《康山笑》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要休息一下 下一集 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康山笑》一生之中演出的百多部电影 就会继续续续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收听 《康山笑》一路去到1976年 就是病逝在香港 就享年67岁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康山笑》的演出列表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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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